大家好,8点56分了早晨 这个今天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49天了 我们关心一下中国吧,中国广西啊 有人关注一下广西的东兴市吗 因为是一个小城市,没有太多人关注 已经被封城封了快50天了,广西啊 这个能看一下广西防城港市下属的那个县级市叫东兴市啊 好像离越南很近啊 水深火热中封城了40多天 但是依旧算是低风险地区 快递的物流也进不来 很多的宠物猫啊狗啊都饿死了 滞留的人员想离开东兴 滞留在这的啊,必须自费隔离啊 挺不合理的啊 然后有人说求求你们了,救救东兴吧 虽然之前我有说 我有在说上海的疫情怎么怎么严重 虽然东兴没有上海的病例多 但是东兴也是好难 真的好难 很多人都没钱吃饭了 人家上海有钱买不到菜 上海是有钱买不到菜 东兴人是因为没钱买不到菜 上海也有一些没饭吃的 不是有一些安徽的在那打工的 还有一些学生什么的 是吧,也都没饭吃了 当然大部分人还是有钱 但是物流不行 是吧,送菜困难 有时候真的不明白 居家隔离大家都做得好好的 怎么就突然有羊了呢 蒙你骗你 哪有啊 以为源头找到了 但实际上还是没有 以为看到了曙光 实则还是没有 是什么 到底为了什么 因为我们这里是边境吗 可是之前越南躺平又没事 为什么是这个节骨眼上呢 有个思路 能不能调查一下那些阳性的人 是不是真的好好待在家 也许没有那么多阳性 蒙你呢 对吧 上海不就是吗 是吧 阴性让打电话通知是阳性 然后那个夫妻俩 人家说了我是阴性 警察非要给人带走 对吧 我们广西东兴市是被遗忘了吗 经历了两次的疫情 是吧 这个民不聊生的局面该如何打破 这一次四十多天过去了 还有新增病例 我的心态都崩了 是吧 不能复工复产复学 每天待在家里 分不清楚今天是星期几了 源头到底有没有找到 我们不知道 很多人都申请出城 准备成为一座空城了 从之前做核酸的18万左右人口到12万左右 再到多少多少就不知道了啊 人如果都走了 城也就空了 他这地方靠旅游吧 靠避暑 是吧 不叫避暑叫避寒 冬天有很多北方人 是吧 到他们这去 原来都奔海南岛 后来海南岛的房价物价就贵了 有很多人到广西 什么北轮河口啊 防城港啊 东兴啊 北海啊 是吧 包括广东的湛江啊 什么那些地方 也有好多北方人在那 那么物价比平时要高 没有收入 吃着老本 又能坚持多久呢 我们也很想相信政府 但是这样的日子真的很煎熬 多少一线的工作人员 没日没夜的坚守 却看不到零增长的曙光 工作人员没日没夜就是折腾你 就是折腾你啊 本身就不应该怎么做 是吧 这些防疫人员和老百姓都挺苦的啊 外面真的有人知道我们这个城市吗 我知道啊 坎爷知道有这地儿啊 对吧 离越南近吗 对不对 知道我们被封了这么久吗 这不是写着吗 东兴封闭管理已经46天了 后来又说封了48天了 反正这个地方也倒霉吧 是吧 也是啊 整个中国的倒霉 前一段不还封了云南瑞丽了吗 给瑞丽封了一年 给那城市彻底给封死了 是吧 当然那个口岸是有很多在缅北地区 有很多从事诈骗的中国人啊 以南方人为主的啊 那个南方各省的什么江西的湖南的福建的广东的是吧 啊 也有广西云南的贵州四川的 他们啊 在那边缅北是诈骗诈骗的团伙啊 成千上万的从那回来自首 是吧 在这个中越边界 是吧 不是修这个铁丝网吗 带稻刺的 是吧 怕中国人逃到越南去 现在很多工厂 原来在珠三角地区 是吧 这个这个广东啊 也包括广西一带 原来在这边 现在人家都搬到越南了 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技术骨干 也这个就跟着工厂一块到越南去了 中国人 中国大陆人 有的是原来在台资企业什么的啊 也有一些人就不是那种骨干 原来是越南人偷渡到中国打工 来中国挣钱 现在整个颠倒过来了 倒个个 是吧 长此以往 反正对中国的这个经济 肯定是包括就业 都是重大的负面影响